这个男人正在拉横幅 突然 商场仓库的棚顶被什么东西砸穿了 他好奇地来到着陆点一看 居然是一坨外星人拉的奥利给 而且还会蠕动 看到此景 懵逼的男人更加的懵逼 他刚看清楚样貌 就被奥利给当场秒了 他的同事纹身赶来 只见男人变成了丧尸爬了出来 此时 商场大厅人满为患 但他们并不知道 外星奥利给已经潜入了大厅 而正在拖地的阿伟 看到一个箱子后面藏着一个人 阿伟好奇这男人为何如此害羞 没想到他已经变成丧尸 直接扑了过来 阿伟见状半倒货架压住丧尸 可没等他缓过神 又一只丧尸从身后偷袭 阿伟将他推开 接着一麻袋打倒他 而听到动静的黑哥走了出来 他以为阿伟发颠了 随后把他带到了老板这边 但是谨慎的阿珍觉得是有蹊跷 便让黑哥去巡逻一下 而阿伟则是被老板绑了起来 尽管阿伟跟他们解释 但他们都不相信会有丧尸 还让黑胖打电话报警 可怎么都打不通 而商场另一头 一个员工看到有个女人坐地上发呆 他好奇走上前叫住女人 没想到 女人一起伸就把她按在了地上 还朝他脸上吐了一发白丝 危机关头 阿强路过这里 拿起滑板击倒了丧尸 随后他带着受伤的员工来到了老板这边 阿强向老板描述了大厅的情况 老板依旧觉得他们有病 甚至开始指责他们为了提前下班 才会编出这种理由的 阿强也找到阿伟交流并情 女经理还上前劝他们辞职算了 就在这时 被咬的员工开始疯狂抽搐 只见男人口吐白沫 女经理健壮上前假装安慰 他上前看了一眼 就被变成丧尸的员工 摸摸搭给打死了 接着丧尸爬起来对着他们大脚 看到此景 慌张的众人更加的慌张 阿甄健壮拿起蛋糕砸向丧尸 差点就把丧尸干掉了 好在黑哥从身后走来 几发钉枪打向丧尸的腰子 这才把丧尸吓跑 缓过神来的一伙人 相信了丧尸的事 黑胖也打通了报警电话 可电话那头却听到接线员说 丧尸攻陷了城市 随之而来的就是一阵惨叫声 通话也中断了 他们解开阿伟的绳子后 开始商量逃离的办法 可老板却不打算走 因为这里是他唯一的积蓄 好在丧尸的出现 让他瞬间改掉了主意 很快 他们来到大厅 就看到成群的丧尸 为了等待救援 他们决定坟头行动 去检查各个角落 阿珍一伙人来到了监控室 检查每个区域 而负责清理丧尸的黑哥一伙 已经来到了大厅 还看到了一只吃东西的丧尸 阿伟想悄悄偷袭他 可不出意外的话 意外马上出现 只见被惊动的丧尸冲了过来 跑在黑哥一颗钉子 打穿了丧尸的CPU 这才就吓了他们 而阿强这边却遇到了麻烦 老板说厕所堵了 让他通一下 可阿强却拿起马桶塞通起了天花板 还愣是把天花板弄通了 当他蹲下时却看到了一双脚 阿强打开了门 直接被蹲坑的丧尸扑倒了 老板屁股都没擦就跑出来帮忙 他拿起碎瓶子丢给阿强 千军一发之际 阿强一击直接把丧尸的主板干漏叶了 随后 清理完丧尸的众人回到了大厅 可商场外边早已是人间炼狱 很显然商场才是安全的堡垒 这时 一辆失控的警车朝他们驶来 他们以为得救了 没想到 一下就把大门撞穿了 大量的丧尸涌了进来 他们只能朝着仓库跑去 再半路 阿伟被丧尸扑倒 眼看丧尸即将倾倒他 黑哥赶紧用螺丝刀干掉了丧尸 他刚扶起阿伟 就被丧尸偷袭了 他只能让阿伟先跑 自己留着电吼 但他小瞧了丧尸的能力 只见一只丧尸从角落给了他一拳 趁着黑哥大意时 丧尸爬上架子一发白丝干掉了黑哥 而阿伟也跑到了仓库里 还顺便带来了一只丧尸 他们关上门后 阿伯赶紧抄起扳手 猛锤丧尸的CPU 阿伯刚把丧尸打晕 商场却突然停电了 他们只能用荧光棒照明 而大厅的外星奥利给 已经长成了一坨通天弹 似乎在孵化着什么东西 正当众人商量下一步计划时 突然身后出现丧尸 只见被阿伯打烂CPU的丧尸 开始自我修复 他们拿起武器刚想反击 丧尸立马推倒货架将众人隔开 可怜的阿强成了丧尸的目标 还被死死掐住了脖子 接着举起了高高丢到了一旁 而黑胖赶来救援 却把丧尸撞到了阿强旁边 一轮混战过后 阿强离奇地受伤了 他起身走到工具箱旁 一个锤子干掉了丧尸 正当众人上前查看时 阿强却拦住了他们 只见阿强的手臂出现了伤口 他觉得是丧尸咬到了他 为了防止自己变异 他让众人赶紧跑路 可阿珍却不愿意 因为自古真强出CP 他不能离开阿强 可阿强执意要让他们离开 还给了他们一把剪子 让他们前往后门 就这样 阿强只能坐在地上 等待自己变异 而阿珍一伙人也来到了后门 他们剪开了大缩 可后门却被货车厢堵住了 一时间他们不知如何是好 就在这时 车厢剧烈晃动 把众人晃倒在地 突然 车厢被丧尸破开 还抓住了阿珍的衣服 阿伟见状 拿起剪刀给丧尸做了个美甲 这才挣脱了束缚 眼看车厢要被推翻 他们只能原路折返 很快 他们来到了天台 老板看着自己的商场 被搞成这样 他决定要和商场同生死共患难 于是又跳了回去 而阿强这边躺了很久都没有变 他走向刚刚打斗的地方 却捡到了自己的皮肤 阿强这才反应过来 自己不是被咬的 而是被东西刮伤了 可他没高兴多久 丧尸就破开了大门 阿强赶紧点燃玩具熊 接着拧开了可燃气体后躲了起来 但他却不知道 有只假装自己不是丧尸的丧尸 躲在了玩具柜里 直接吓了阿强一跳 他赶紧换上溜溜鞋开溜 可他刚躲起来 就被丧尸抓住并拉回了大厅 看到大厅的通天弹后 阿强瞬间呆住了 只见通天弹吸收着丧尸的能量 趁着丧尸背对自己 阿强脱下溜溜鞋 一击打中丧尸的腰子 接着跑了出去 而天台上的三人感觉到了晃动 他们只能往垃圾池里跳 很快 三人来到了街上 只见商场里的通天弹 孵化成了一只巨型丧尸 阿珍两人被吓得瞬间呆住 为了掩护队友逃跑 黑胖想到了一个办法 他走向丧尸跟前 试图和丧尸讲道理 没想到直接被拍飞了 而阿强也跑了出来 三人碰面后 迅速商量出对付丧尸的办法 阿强找到一辆叉车开向商场门口 阿强为了掩护阿强 尬起了舞蹈吸引丧尸 没想到成功地将目光引向了阿强 只见丧尸吐出一发白丝 粘在了叉车上 阿强算准时机猛踩到车油门 下一秒 丧尸被叉车击中CPU后 当场就关机了 商场也随之倒塌 最后 三人驾车离开了这里 去向了安全的地方 好了 我是夜球 我们下期见